记者年相晚台北报道 25岁华视新生代主播房页韩外貌出色 曾被誉为是纯度最高的主播 他2月入主华视晚间新闻 年纪轻轻就登上黄金时段 他坦言压力大 套路前辈主播苏毅宏曾建议他都访问重量级人士 增加资历及见识 而华视近期推出逐鹿百里喉系列报道 专访各县市首长 金派他代表专访桃园市市长郑文灿 郑文灿表示近来行程满党 一天跑了25个行程 也排不出家庭日陪老婆 常靠LINE来跟太太沟通直言 如果市长当得轻松 就没有做好市长的工作 面对同样是民进党的明日执行林嘉隆 被问及是否把对方当作对手 郑文灿表示从大学时期就认识了林嘉隆 两人过去持有争执过一次 笑说因为他支持中信兄弟队 我支持Line New桃园队 两人大吵过 但目的是为了带动职棒的热潮啦 强调两人没有余量情节 华市主播房叶韩专访 桃园市长郑文灿 华市提供 astre城市集团 清醒 中文灿 并不是